歡迎收看Piri巴拉托 想說一個上星期已經過去的 topic 就是十大揭出女青年王養芳 上星期引起了極大話題和爭議 話說他除了拿到結晴之外 他平時很喜歡教人如何理財 在他分享理財心得的時候 就說到他自己29歲已經買了房子 而且供損了 這個言論引起了無數人 葡萄說你何德何能 前後矛盾又說自己死心死底 然後你用60萬桃花去旅行 另外說自己去買樓 原來你殺死的時候才來買樓 還有就是原來你是貼在大有錢樓 吊金龜或者契爺 所以才賺到錢 我從幾方面來講這個 comment 有人質疑他究竟值不值得 因為一些供應事務來做結晴 這件事我不懂得怎樣去 question 或者 evaluate 但是如果一個人懂得在沙士的時候買樓 無論他有錢的首期是借爸爸媽媽還是什麼 都是一種勇氣和智慧的表現 你事後諸葛亮當然覺得有什麼所謂 你那時候買樓你現在賺三倍 現在就很難買了 這個當然是事實 但是你不能夠質疑他的判斷是有勇氣和有眼光的 第二件事就是你靠自己的能力去成功 有幾方面的 一個就是你本身為人工賺很多錢 或者晉升得很快 which is 它是的 但是投資界上面那些 尤其是一些前線的拿擁金的經紀 要升息升得快 其實你能力夠和做單做得多也都不難的 它也都不是獨立的例子 但是在譬如Build Up Network裡面 我相信它是一定有相對的能力在當中 反而我就要質疑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29歲公斷一間樓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我不是質疑那個年紀 或者是那個有錢的能力 而是質疑那個理財決定去公斷一間樓 當時有沙士到了2008年 那這段時間的利息其實是5至6厘左右 後來2008年之後就跌到下去剩下兩厘 其實就算是5至6厘 都不是一個很高的息口 那有沒有必要要這麼快 在一年多兩年來去公斷 如果在我自己做決定 我會選擇既然它有能力和多元錢的話 我會覺得我應該要買多一間樓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的決定 而且按那個時代 買股票絕對是賺得多錢 比公斷一間樓 既然你有間樓 所以我現在不是和樓和股票比較 我會說公斷 你純粹省下六厘息 和你額外去投資 所以它到處去教人理財 其實這一方面 我相信不是最賺錢的理財方式 那跟著完之後 我就想說 究竟是否所有人套圖它 還是它真的有些地方是值得人生氣呢 那我就會說 投資除了是一個個人意義之外 那當它分享投資心得的時候 其實有必要 值得要留意是顧及人的感受 就是如果 譬如我不停在這裏說我怎樣賺錢 但是有很多的分享是其他人無法做到 或者是純粹是因為你有錢有Network才能夠做到的時候 那究竟值不值得這樣去來分享呢 我現在不單止只是在講傳遞知識 例如我在網上講一下歷史 講一下應該怎樣看聖經 不是在講這件事 我是講到好像 你做得到 但實際上調一下是show off 那就未必是最好 有舉個最極端的例子 就是Donald Trump 他經常說自己怎樣花費怎樣花費 賺鬼死那麼多錢 然後就說我可以教你怎樣賺錢 然後他講完那些事 你知道我瘋了 我都做不到的 就是說在地產那裏跟政府說 轉個title 轉個用地 然後發達 鬼不知我媽媽是女人 你說李嘉誠她做到 我不是嘛 那怎麼做呢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不斷地提醒自己 在分享的時候 盡量講一些比較technical 比較fact的事 比較事實 比較數據化的事 或者是分析某一個 宏觀經濟 又或者是某一個股票的好與不好 變成其他人可以用自己的眼光來做judge 而來到去投資 或者做他的決定 就不是純粹說 背後的意思令人覺得很厲害 這樣 這個除了投資之外 就算基督徒分享見證 我覺得 我偶爾也有講過 就是 你說過一個分享 最好是那個人 一來 either 能夠感同身受 又或者 是他可以做得到 或者覺得神可以幫他做得到 如果不是呢 同樣是令人塗兔的 而你不怪得人塗兔 例如如果 我 我祈禱 這樣才算 然後 我的親朋戚友 或者我自己 因為祈禱 而來得醫治 而說的那樣得醫治 不只是頭暈生氣 嘔吐痛 傷風咳嗽 而是說 譬如癌症 或者我癌症 我不痛 出奇地 這些不是一些很正常的 或者是一些生活智慧上 一些分享 是一個很特別的個案 當你這樣分享的時候 你叫人怎麼應付呢 你叫人怎麼 難道那個人 你預期祈禱 就真的容易 或者你保證祈禱 就一定得容易嗎 如果不是的時候 那你去分享 你去感恩 是可以的 但是 這些感恩 需要來去加倍小心 免得 反而反過來 令到人很生氣 而無所斥重 這個是值得 我們去 無論是 分享 感恩 又或者是分享 你自己 一些成功的心得 都需要來去 注意一下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